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代演员巨星 里面还有出现一个李小龙 没错 就是Bruce Lee 李小龙 但是很多人认为 李小龙在这里 在这部片的形象完全被扭曲 李小龙的女儿甚至还向中国当局抗议 于是这部片直接被中国挡了下来 真的很可惜啊 为什么 因为这部片的主演的人一定很熟 就是这两大帅哥 李奥纳多 迪卡皮欧跟布莱德比特 这两个巨星 还有鬼才导演昆丁塔伦提诺 这么完美的卡丝 从前有卡台乌这部片 在台湾7月就上映了 但是在中国 原本是预计10月25号上映 没想到还是下架了 这真的很可惜啊 你看他的票房 全球票房有到3.668亿美元 但还是真的很替中国民众觉得可惜 没有看过这部片 因为就是因为李小龙的角色 不符合大家的预期 那我们来看一下李小龙这过世40年来 有哪些人演过他比较有名的 我想应该有 1993年这一部 这部李小龙传是李杰 好莱坞演员李杰演的 因为这部片是好莱坞电影 好莱坞出品的电影 我小时候就有看过 我的印象就是 他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年轻人 另外还有中国央视推出的 李小龙传奇是这个 这部片是有陈国坤演的 在2008年 我是没看过 但也有看过他们的一些文宣和片段 我自己觉得陈国坤演的李小龙 应该是最像本人的李小龙 另外还有2010年香港电影 就叫做李小龙 这部李小龙 他主演的人叫做李志廷 2010年 我觉得这外表是有点不太像 但很多人就觉得 这李志廷演的李小龙 是多了一点清新感觉 而且还疏油头 蛮帅的 至于今年的这部片 从前有个哈莱坞 有个华裔美国人 麦克莫演的李小龙 就受到外界不少人的批评 但那毕竟是编剧的要求 到底发生什么事 简单来说 就是里面的李小龙 很自大 很狂傲 然后还差点打输人家 这人家是谁 这人家是一个特技的演员 差点打输他 这当然会惹怒四海华人 很多人觉得下架刚好而已 不过导演昆导 他有他的说法 好像也很有道理 他到底说了什么 我们一块来看 真实故事改编 有好莱坞两大帅 李奥纳多和布莱德 彼特主演的最新地作 叫做从前有个好莱坞 从前有个好莱坞 在全球已经创下 超过3.6亿美元的票房 受到不少影迷青睐 却唯独在中国遭到撤架 原因进出在这个角色 一顾武打巨星李小龙 片中形象吊耳梁当 外界大批李小龙被丑化 李小龙现实中的女儿 李湘宁甚至向 中国国家电影局抗议 于是从前有个好莱坞 这部电影在中国狠狠被消失 导演昆丁塔伦提诺 觉得实在很委屈 至于布莱德·比特在电影 从前有个好莱坞中的角色 克里夫还差点打赢 片中的李小龙 引起外界不小争议 昆导对此也做出解释 李小龙和虚构人物比较 宛如张飞打月飞 至于李小龙的个性 各界的解读或许也因人而异 无论李小龙性格如何 他的倾向确实已经深植人心 特别是李小龙逝世40年来 刻画他的影音作品依然层出不穷 刻画李小龙比较知名的影视作品 包括1993年的好莱坞电影李小龙传 2008年的中国连续剧李小龙传奇 还有2010年的香港电影李小龙 历年演出的李小龙 形象全都属于正派 如今从前有个好莱坞 独出一个的呈现方式 虽然遭到华人社会不少踏伐 却也成功掀起一番话题 在那些文采的路段